现在有这么一道题啊 说是参加长跑比赛 当你超过第二名的时候 你是第几人 这题有的难度 这题一点也不难 那追过第二名 他就是第一名呗 咋看我干嘛呀 妈 您觉得呢 我觉得他说的对 说这白人和黑人生的婴儿 牙齿是什么面色 白的 人都是白色的牙齿 你一看就是 还没有过孩子呢 这什么婴儿你能有牙齿啊 毕竟 根据这个姥姥中学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分类来看 小于等于4分 即可判定为二字海默证 也就是俗称的老年之代 那姥姥17分都形势严峻 那这个13分怎么办 他就是跟人瞎起哄 那甭管的 老年痴呆 还有一种分类 叫早老性痴呆 40岁以后 无论男女都有患病的可能 如果突然发现情绪不稳定 一惊一怒 抑制消沉 或者是多愁善感 那这就要特别注意了 我没问题 我没问题 我看不像了呀 你这就属于突然的意识消沉 你再说心不心 我就哭给你看了 咱们去医院看吧 要不然 咱去医院看吧 正规的 帮我找 啊